2021年經濟漲望跟投資趨勢 亞洲開發銀行在今年6月 它有先預估過2020年經濟的部分 最主要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評估2020年經濟成長大概只有1.8 那在緬甸開發以後 2011年以後 它的經濟成長率大概都可以維持到7-8%左右 今年最主要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只有到1.8 今年有三個機構針對緬甸的經濟發展 2021年的部分有做了一個預估 像亞洲開發銀行 它預估是明年的經濟成長率大概會有6% 不過同時它也疫情它的統合膨脹率大概會有6% 所以最後的實質來講 它的那個注意來講相對就比較沒有 那另外一個就是世界銀行的話 它也是在今年6月份的時候有應估 明年的經濟成長率大概是7.2% 那通貨膨脹率大概也會有7.5% 我GKP基金卡它也有應估 大概是明年是5.7% 通貨膨脹率也有6% 所以從這三個機構的應估數字來看的話 緬甸的經濟成長率在明年大概會維持在6-7% 不過同時它的通貨膨脹率跟經濟人員的成長率會相當 這個部分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是說在外資 在今年的一個進入緬甸申請投資的一個狀況 從緬甸官方它所統計出來的數據 可以看得到說今年雖然有疫情的影響 不過外資進去申請投資的金額相較於去年來比起來 1-9月來講還是有增加的 不過就是說我們實際實際上在看的時候 可以看得到就是說雖然申請已經有通過了 不過就是說資金賄賂的時程上來講 是覺得受到一些影響的 從這裡面大家可以看得到說 在緬甸它主要投資的國家 它主要是新加坡、中國大陸跟泰國跟香港 大概是這幾個國家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說 今年1-9月主要申請投資的 行業有哪些 那主要是有電力 還有石油跟天然氣跟製造業跟交通通訊這個部分 那所以這個部分也跟緬甸自己本身的環境 也有一些關係 因為緬甸它天然資源來講蠻豐富的 那它自己本身因為最近開發 所以它需要一些電力 所以在外資來講 它第一個會先投資的就是電力的部分 那石油跟天然氣支持緬甸它自己本身的天然資源 豐富的所導致的一個狀況 它基礎建設相對來講也比較不好 所以那個交通跟通訊的部分 外資也進入去建設的蠻多的 那製造業的話因為它自己本身有一些勞力成本的一個優勢 所以製造業一般來講 像比如說成衣、繁殖、智潔這些需要勞力的 也會進去緬甸這邊做投資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商在緬甸投資的一個狀況 那現在目前從官方的統計資料看得到的話 就是你台商的部分大概有34家 因為在還沒有開放之前 它是允許台商直接進去投資 所以台商上會透過第三季 像新加坡、中國或香港進去投資的 還有一些利用他人民意投資的部分 那把這些全部統計進去大概會有10億左右 那在官方統計的話大概只有1億 那主要投資的產業 主要是在那個綁織成衣 還有農業、營料包裝跟試鞋 電子跟光學的部分 主要投資的地點 就是說現在目前的話 大家台商投資的地點還是比較集中在陽光 還有日本開發的這個經濟特區 迪勒瓦經濟特區 還有PACO、PACO類 這些發展比較快速的幾個城市裡面 緬甸主要的台商有兩個 一個就是緬甸台商總會 另外一個就是緬甸台商商貿會 從這一次疫情爆發之後 緬甸那一邊它官方這邊 也是希望能夠吸引一些 像醫療、農業跟蓄育業 還有工業區在開發 吸引這方面的投資 那醫療保健方面的話 它就希望能夠生產 是屬於那個口罩、防護衣跟洗手衣 這個企業的部分 它會將優先的核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農業、肉業跟飲業的部分 它希望也開發這個部分 能夠提高這個糧食的一個安全的部分 那這個是在疫情爆發之後 緬甸希望能夠吸引一些外資 來進行一些投資的行業的部分 那從緬甸它在針對租稅的部分 提供不同的這個租稅優惠 比如說5到7年的這個免稅期間 最主要它會分布在這幾個地區 意思就是說它希望能夠去發展一些 比較偏遠地區的 製造一些就業機會 所以比較偏遠的地方的話 它的那個免稅期間就會相對比較長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新興的 這幾個城市 像陽關 它提供的租稅優惠期間 相對就比較短 只有3到5年 像那個 保護這邊也是 它相對的陽關 來講它的發展程度沒那麼高 所以它的這個 租稅期間就比較長 5到7年 那類這邊的話 算是一個華人比較多的一個城市 它的發展程度相對來講還不錯 所以它某些地區的話就是3年 發展比較好的就是3年 那比較偏僻一點的話 就是5到7年 那這邊它每一個城市 它所想要吸引的產業也不一樣 假設要到免電去投資的話 那你只可以配合自己的產業的部分 來做一個選擇 綜合這邊來看 因為免電它自己本身 從2011年開發以來 那它的勞力來講在東南 相對來講是有優勢的 所以會比較適合一些 勞力密集的一些產業 農業然後養殖業物流業 教育跟醫療的部分 那它地理位置相對來講是比較好的 它是在兩個大國中間 跟中國跟印度 還有泰國都有邊界的一個連結 所以如果說物流上 工藝面上可以做一個考量 那它天然資源來講也很豐富 像它有蠻多的木材 礦場跟天然氣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投資裡面來講 石油跟天然氣 算是排名在前三年 那它也提供了3-7年的一個租稅優惠 那我們在去投資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到就是說 因為雖然剛才我們提到 2021年的一個經濟成長 也不會因為它是在6月的時候 就有估計的 所以這個狀況來講 大家也很難做一個異顧 假設做內銷的話 你就要去注意到 這個人民的一個負擔的能力 那在去投資的時候 就注意到就是說 法令制度的保障跟遵循 務必要遵循當地的一些法令的規定 那目前就是說 緬甸它也有一個 就是它的一些基礎建設 相對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它的印書產品 相對來講是會比較高的 環保意識 最近也比較有一些 這方面的意識 政府也為了要保護這些員工 所以這方面的法令來講 也是相對的 會要求企業要去遵守 那這個部分也會產生一些公司的 一些遵循的一些成本 那緬甸的部分跟台灣來講 因為畢竟語言上的不同 還有文化的不同 所以在投資的時候 是注意到這個 語言跟文化的一個差異 緬甸的稅法 稅利的部分 那是每一年公布 那就是每一年的 10月1號的時候 會有新的稅率出現 那今年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零所稅的部分 是沒有變動的 那特助商品稅的部分 就像香菸 然後也酒類的部分 它有提高 那其他來講 是沒有太大的變動 那另外一個就是 裡面有一個 就是因為過完來講 它的稅收的 接收程序來講 不是那麼完善 那如果說有一些 在最近 如果說人民在購買一些 活動產的時候 它的收入來源 如果說無法證明的時候 那這時候它會補一些稅 那這個補稅的稅率 就是約到30 不等 那最高的話 就是30% 那這個是在緬甸 當地的一個 最近的稅法的一個變動 那以上的話 就是 針對這支新緬甸投資 需要注意的地方 以及這個稅務上的一個變動 以上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謝謝 掌聲謝謝我們的楊康技師 接下來我們邀請 德契緬甸律師事務所的 曾平方顧問 跟我們來分享 緬甸法制改革 以及新投資的制度 掌聲有請曾顧問 大家好 我們是專注於 飲料市場的一個 國際的法律商務事務所 陳如剛剛楊會計師講的 緬甸的經濟成長其實是蠻快速的 203年也預估它經濟成長會 會超過四倍 200低利 那它現在的人口 大概有6000多萬人口 總共有4600萬的勞動力 也就是說它的平均年齡在27歲 然後有55%以下的 是30歲以下 資源豐沛嘛 位置也很好 那主要是東盟第二大國 我說這個是土地的密集 比較一下它是印尼的三分之一 泰國的1.3倍 然後越南、馬來西亞、非力地兩倍大 人口是裡面的地盈 跟台灣比的話它大概是20倍大 190、20年的GDP大概是6.6到7.1 那這是跟台灣的一個比較 這個是它的地理位置的部分 大家都說現在這個東盟 都是一隻一隻的老鼓在成長 那緬甸大家都覺得它還是只是一隻小貓這樣 那這個有一個國民的人均收入的 這一個比例給大家參考一下 緬甸在末位倒數第二 大家都知道緬甸有一些些內戰跟衝突啦 所以比較偏遠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邊列出來的一些地方 它是有一些少數的一些衝突 那主要的經濟範圍內的 都還是蠻安全的地方 我們在那邊工作也是四處好了 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那裡面有很多華人的人口 主要有幾個像是雲南下來的 或者是中國東南部這個橋鄉 廣東福建過來的 所以它那邊有很多華人的這個文化跟遺跡 那這個是主要它人口的密度 集中在這一個剛剛說的中間這些 陽光曼得樂回耀的經濟的地區 所以它的生產整值也都是在這些地方 陽光是前首都嘛 然後也是商貿中心最大的城市 它有一個特色人口其實還蠻分散的 除了幾個重要大城市之外 其他人口還蠻分散的 所以他們都預估這些其他的城市 多於10萬人口的城市 都會有一個很主要的一個經濟增長 主要是它的季節只有夏季雨季 跟寒冷的季節其實也就只是涼季 跟台灣比其實還是蠻熱的 它主要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跟它的民國中國印度泰國都有一些邊界 它主要的出口都是一些天然資源 很豐富的一些品項 然後貿易的合作夥伴 它這是電力的部分 電力他們現在人員還是有點缺乏 所以一直有在發展這些相關的品頁 這個是外資投資的一個趨勢 那它主要三個經濟特區 迪拉瓦是日本的 小飄是中國的 土瓦是跟泰國的 那它有幾個時期 從軍政府時期到燈盛時期 到現在民盟時期 它都有一個持續穩定的成長 整個投資政策 從正面表列的限制到負面清單 負面清單的意思就是說 它列出來的你不能做 其他你都可以做 那免稅的優惠也從過去3年5年 到現在3年7年的不同 土地使用的權力也從30加155 到50加10加10 這是一個投資的一個程序 你從進來之前 你大概想一下你要做什麼 你是要做貿易呢 還是做製造做服務 做不動產開發 然後進來的時候 你要注意你有哪些準證需要申請 再來是營運之後呢 你的一些相關的合規問題 再來是你最後走的時候呢 要完成這個清算的程序 那這個產業的部分 剛剛楊潰律師講的特別詳細 我也都有跳過 那今天大家應該是特別關注 汽車行業 那我這邊針對這個汽車行業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從12年的時候呢 仰光路面的車 大概都是這一些 非常舊的二手車 大概都是一些巴士啊 還有一些小車 然後也都是二手進口 路上也沒太多車 15年16年之後呢 就開放日本的二手車進口 緬甸當時是日本海外最大的 二手車的出口國 路上呢 已經開始掉很多的二手車 造成一個交通的一個混亂 那到19年現在這個市場 已經有很多新車在本地做組裝 像日本的Suzuki啊 Foyota都有在本地做組裝 那中國那邊也是有 新車的進口也有 所以現在路上已經新車舊車都非常多 那它主要整個汽車產業的發展 數量大概是呈現這樣一個趨勢 需求是越來越多的 12年開放的汽車進口 90%以上的二手車都來自日本 它是右駕車 都是右駕車 但是它道路卻是左駕的道路 所以在仰光開車 會覺得蠻奇怪的就是這一點 那19年開始呢 他們開始限制 右駕的二手車進口 方式就是它限制 就是發放仰光的車牌 然後它也帶動了汽車製造業 然後供應鏈的相關的企業 機械啊 零物件啊 原材料啊 售後服務啊 的一個增長 台灣過去的台商 其實有一些是做售後服務 或者是維修啊 融資的其實也有 那數量就是 2020年預估將超過200萬輛 比2016年啊 增長了一倍之多 其實數量還是很少 以它人口數比來說還是很少 所以還是有很大的潛力 進來之前呢 你得了解 免電法規的一個限制 那它主要有幾個原則上的限制 就是說你不能長期的持有土地 超過一年就要長期持有 原則上不行 另外是申請的投資準證 或者是按照公寓法的規定 你有符合才可以持有 再來是第二個限制呢 是貿易的限制 現在呢 它也通綁的蠻多 我們後續會介紹一個貿易的準證 有幾個進來的方式 就是沒有限制的 你的股資經營 那有限制的 有只有政府能做的 也有只有本地能做的 也有強制要求合資的 它土地的一個相關的限制呢 我們後面再來仔細說 那幾個公司類型 就是你是依公司法設立的公司 再來是你是依投資法 跟公司法設立的公司 再來是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經濟區 剛剛講的 三個特別經濟區設立的公司 一般公司法設立的公司 你是沒有稅收優惠的 那符合投資法要求的 你是會稅收優惠的 特別經濟區的也是 這個是他們主要負責公司的主管機關 叫做投資技公司管理區 那他們過去呢 都是走一個人工紙本文件的 那現在呢 他們有一個電子化系統 這電子化系統是2018年推的 配合新的公司法 那新的公司法呢 我們有參與他們做官方通文版的翻譯 這個電子平台呢 我們也有金錢上面的贊助 然後這個它是新的一個公司法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嚴格 大概是2017年公告的 那18年8月1號開始正式聲響 那新公司法呢 有幾個主要特別的變更 過去呢 你只要外資持有超過1%的股份呢 那你其實就是外資公司 現在呢 它允許有一個中間的一個類型的公司 就是外資持有35%以下的公司呢 你都被認定為本地公司 那你可以做本地公司的一個業務 再來呢 以前呢 你至少都要有兩個董事人的股東 現在都只要求一個就可以了 以前也有最低的投資額的限制跟驗資 現在它也沒有最低投資額的限制 也不會驗資 它其實公保的蠻多 所以從18年之後 在那邊營運公司的成本變低蠻多的 所以來的外資其實蠻多的 這是我剛說的 從免資公司外資公司 現在新公司法還有一個中間的一個類型的 帶外資成分的免資公司 就我剛講的 外資只有35%以下的公分 都被認定為是免資公司 只需要一個股東一個董事 它一個董事呢 有一個特別的限制 就是它那個董事 必須要是一個居民董事 居民董事的意思呢 你要嘛就是緬甸人 要嘛你就是外國人 移民在緬甸待滿 183天的人 他是從你任命之後開始起算 這個183天 過去18年8月1號新資之後呢 一直都沒有在稽查這一件事 到昨天有一個新的公告出來了 他會去做一個稽查 而且現在設立一個新的公司呢 你這個董事的資訊呢 你要留一個本地的一個聯繫的地址 那未來呢他也會稽查 不過在疫情期間會有一個過渡期 新的公司法呢 主要是圍繞著一個董事的一個規定 董事是主要運營公司的 跟股東是不同的人 那主要的新公司法的處罰 就是處罰股市比較多的 再來是新的公司法裡面呢 已經沒有營業範圍的限制了 原則上沒有 也不需要驗資 也沒有最低資本能的限制 多新增的一個類型叫做小型公司 如果你的員工是30個以下 或者是你的年營業額是50mm以下 免幣的話 你可以省序做年度的股東會 然後你的財報 也會有一個相應的一個 比較簡單的一個做法 在那邊設公司呢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流程 你選好你的名字啊 然後你的地址啊 然後你的未來要常駐的董事 然後線上申請 線上付款 然後取得營業執照 都是電影版的 現在從送件到取得營業執照 只需要一天到兩天 過去可能要一個月左右 差了非常多 然後在開戶 住資 然後正式營運 再來是跟各位比較相關的 各位可能是做一些 汽車零配件的貿易 在貿易方面 他們有一個相關的限制 商務部有一個25號的維 用批發跟年售來去做區分 那百分之百的外資 跟免資占20%以下的 都是一樣的 那你做批發呢 你的投資金 應該要超過500萬美金 然後你做年售呢 是300萬美金 土地的租金都不算 那如果你跟緬甸人合資 免資占20%以上的話 就降低為200萬美金 和70萬美金 如果純免資的話 就沒有這個限制 再來呢 你的樓地板面積 就是你的商店 你的商場的樓地板面積 應該要不能小於 929平方公尺 那你的投資可以增三年進來 50% 30% 20% 看起來的投資門檻蠻高的 那其實你這一個投資的資金 其實包含你的 這一個貨物的這些貨房 進口的這些東西 這是一個貿易最新的規定 各位如果說 開始營運了之後呢 你可能想要對於你的產品 申請一個商標 舊的商標是這樣的一個程序 就是你要先做預查 然後去做文件登記 然後你要公告 去年呢 有一個新的商標法公告 它是一個新的商標法 是第一部商標法 2020年呢 也開始開放了商標登記 那它從先使用的原則 變成先申請的一個原則 這跟國際上大多的國家 是組合的 10月1號開始呢 讓你過去已經申請了 或你已經在使用的 保留優先的登記的權利 這是他們的一個文件登記的一個辦公室 舊的商標都在這個地方做登記 這是他們的作業流程 這是我們自己公司的一個商標 那邊是星巴克的商標 星巴克在那邊做登記 但是它其實一直沒有進去 如果說你是在裡面 是做一個大的一個投資 或你要長期使用土地的話 你應該要申請一個投資準證 然後也會有稅收優惠 那它投資準證裡面 有投資許可跟投資認可 有中央管轄跟省房管轄 特別的門檻不同 那其實今天來的貴賓 應該都是比較偏向 你要做一些貿易相關的 其實投資準證的部分 會比較不相關 那過去投資準證的這個申請呢 它有一個限制類清單 限制類清單裡面告訴你說 你是可以獨資做 你是需要合資做 還是你是需要特殊主管機關的一個推薦 或者是有其他的限制 那你在獎勵類清單裡面呢 你就可以享有 企業所得稅的減免 剛剛講的三年五年七年 跟這個區域有不同 越偏遠的越多 那這一個是一個 這個投資限制的一個系項 那投資準證 投資許可投資認可 這一個需要申請投資許可的 主要是這些項目 要對國家有戰略意義的 產業或投資活動 然後大型的資金的 一億美金以上的 然後對環境或本地設計的重大影響的 像這些採礦啊 油漆水泥 疲艦工業區 活動產開發 然後再來是使用國有土地的 再來是政府要求的電腦力 那這個就主要是幾個區域 是這個三年五年七年稅收優惠的一個區域 一個分布 這個是舊版的公司章程 是紙本的 是長這樣 新版的公司章程呢 現在就是 你可以選擇用標準模板的章程 我們也協助每天政府做了中文的翻譯 有興趣可以上他們的觀光網站去下版 租約相關的問題呢 就是不能超過一年 正常大家都是一年一簽 但是會用一個框架協議去框架說 我們要至少要簽多少年 那租約的一個程序 這個比較細節 我們後續再講 這個土地文件 這是他們的土地文件 每天的土地制度只有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有機會我們再詳細跟各位介紹 那跟各位比較相關的 就是進口汽車跟零件的進口稅 二手車的進口稅的方面呢 它是依發動機的功率來去做一個區別 2000cc以下的 現在由30%降到20% 2000cc以上的是40%降到30% 如果說是採用SKT系統的進口車呢 2000cc以下呢 從10%降到0%了 那發動機2000cc以上呢 從20%降到5% 那這個是適用於前興的車輛跟二手車 至於個別的零部件呢 它會按照這個 那個海關編碼月的分類 照這個去課稅 各別的零部件 大概都是在1%到10%之間 那這一個是2016年的這個投資法 我們有協助他們官方做中文版的翻譯 在他們的投資技工商管理局上面都可以下載 公司法也是一樣 他們有一個2018年的這個投資指南 我們也在協助他們做中文版 所以你們登上他們的這個官方網站 就可以去下載中文版的一個翻譯 有興趣的朋友去下載看看 好 我們的報告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